一颗榴莲的底层 我是一颗榴莲 我就是这颗树上最亮的前眼包 我在这里 我生长在泰国春春福萨微信猜王果园 春彭虎是泰国南部最大的游联种植区 看看我的生长环境 波波浦来了 他就是我人的主人 三王 12 比 12 比 我说它就像是一颗榴莲 它就像是一颗榴莲 但是它就像是一颗榴莲 这样有人来追我了 全福的我将要开始一段长空旅行 找到一位新的主人 我将会去哪呢 他们是来自中国的产购客 我们现在京东目前在泰国 一共有一个20个人的买手和品控团队 那当时选泰国的原因是 因为就这个国家的先过 这个榴莲出口国的话 泰国的品质 相较于其他国家是最高的 且品质最稳定的 而且整个物流链路是最通畅的 榴莲的销售额有将近一个亿 人民币 那其中有70%都是来自泰国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直接给泰国可以创收大概7000万的数额 像我们各个行业的中国企业 都已经到东南亚这边来发展 尤其是泰国 这是我觉得是一带一路 对整个大环业 对中国企业出海 提供了一个便利的一个通道 这边是75% 75% 如果我们创收到这边 我们创收到这边 是80% 但是我现在创收到这边 因为我创收到这边 70% 因为我创收到这边 不想要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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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是70% 75% 这边是15% 如果这边的东西 如果我们创收到这边 如果我们创收到这边 好ort 祝有我先替你去中国捣了捣吧 拜拜啦 亲爱的果仁 危lessly 出发 到达检查工程呢 在这里我和伙伴们设备申请打钩 我们呢会详细记录我们每一个柜里面 每一批果汁的进场时间 加工时间 花椒时间 上柜时间 然后呢再根据当天的一个天气 还有我们果汁的一个熟度 去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 来保证到果汁在上柜之前 已经得到充分的一个发酵 这样的话可以使它的一个口感 到了国内以后 更加的这种干包 黄肉 水气会少一点 口味会更加的锋芒一点 我会做出发酵的工程 有6,有7,有8 但是它能做到 现在,它会有19小时 像是正常 但是,它会有12小时 它会改变19小时 因为它会有19小时 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很多 它会有很多 我们有7年纪归 它会上升 但是因为流年努力工作的工员们都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呢 经过提供经过刷金 我之后我更美丽了 马上我就要上车了 嘿嘿 我可是停车 现在中国是泰国流年最大的出口市场 我会怎么走呢 就是传统的运输方式呢 有空运 陆运 海运 那中老铁路呢是前年开始我们逐渐有在尝试 那相对来说我们选择用铁路的话 它可以避开路上的一个拥堵 还有路况上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这是其中之一 其二呢 这种铁路会它的那个横温效果 会比正常的柜子要好一点 并且可以保证说它上了铁路的那种拖架以后 也是前程有达冷的 并且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的一个后台 随时掌控这个数据 随时去做出调整 更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看中它的及时性 完美的保证我跟国内企业的交付订单的一个及时性 这个很关键 哇 好激动 我要坐火车经过中老铁路 中国 为了走中老铁路 我和伙伴们先从泰国来到了邻近的老窝 这里就是老窝的万象南站的好处关 火车开动了走起 坐了六个多小时火车 过了这个废道我就从老窝进入中国了 第一站到达的是中国云南的摩海铁路口岸 进入中国 司机和列车要先经过编检通关 现在司机都不用下车了 检查幅度很快的哦 刀站的话我们要配合车站做好防流措施 然后准备完以后 然后就开始跟车站联系入库 到库里面以后我们就开始检查机车 然后机车检查以后做好防流以后 到拍摆时退完情 然后就可以下班休息了 继续前进 现在要等待海关人员的抽查 今天入境的水果有12车 然后查验4车 查验比例在30% 我先从火车上下来梳洗一下 哦 终于轮到我了 也不知道海关这里要检查什么 有点紧张 针对入境水果 海关查验重点关注 货阵相符 品名规格 有害生物 标签标识 外观品质 素量 重量等 严防外来有害生物传入 维护国门生物和生态安全 经查验合格的货物 海关将出阵放行 自中楼铁路开通运营以来 昆明海关 严格落实各项 优化营山环境的措施 积极推进智慧海关建设 强化海关 铁路和运营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合 和信息共享 通过配备先进的铁路集装箱查验设备 有效确保精准查验快速放行 深入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 铁路快通等海关业务模式改革 持续提升铁路进出口通关便利化水平 按照指令实施检查 检查并没有害生物未见异常 检查包装未见异常 核对品名未见异常 检查标签标识未见异常 检查无误可以放行 哦 还好一切顺利 我可以让手挺胸进入中国市场了 改了一页的路我到昆明了 好多集装箱啊 虽然过了这么久火车 我依然觉得精神走走火力焕发 好 哦 有一点晃呀 我估计是要在这里下火车换汽车坐了 铁路口岸没通的时候 当时呢要从泰国到老窝 老窝再到这个老窝境内的那堆下来 再通公路 再到公路口岸 到了公路口岸呢 在同东公路口岸排队 最长呢我们一跪 有17天到王家云溪车站 刚开始是15度 到最后根据这个天数越长 我们就可以远程调控它的温度 就从15调到13 最后到了王家云溪到11度 整体榴连打开门以后 是一个炸口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一块呢 优势还是比较强大的 主要是科技优势 这个货柜原来这么厉害 怪不得飞走时候 一直觉得很孤独 大家都知道中老铁路 是一条双向奔赴的幸福路 能够在中老铁路上组织开行 冷链搬裂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同时也是我们作为国铁企业的 一个责任担当 从另一个角来讲 它也为我们开辟了 国际联运的全新的业务领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显著增强了自己 在跨境冷链物路上的 全程组织能力 也向全社会充分展示了特务公司 在装备 人员 技术 营营等方面的优势 为特务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换车之前又要检查一次身体 这一路上要检查的资负还真多呢 看起来我的新家很不错呢 好了 我先换车了 一看来这位大哥是司机 可要保护好我呀 快到中午了 我登上了一辆长途缆链货运汽车 要从云南一直开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哦 听说要走两天 那我们北京见了 Let's go 睡了好久好久很舒服 哦 原来已经到北京了 哎呀哎呀 我要进仓库了 这个车厢尾直接对接到仓库的进货口 还挺方便的嘛 慢点 慢点 看起来 仓库里的人还挺多的嘛 你为什么有人来开箱子了 原来进仓库之前还要抽检呀 哦 检查完我就又进仓库了 看看这个身心仓库还挺特别 要保持固定的温度 才能保证我们安全存放 身间仓一共有五个 五个那个存储的一个温区 第一个是空温 空温的话 它的存储要求是5到15度 咱们榴莲就存储在这个温区 因为榴莲跟其他品类的水果 会有推熟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榴莲屋 榴莲室专门存放 爸 有专门放榴莲的地方 我果然很特别呀 哎呦来人啊 看来是要到下一站去 这是传送带呀 有那么多快递元 谁是要互送我的那一位呢 我平均每天就是送个178 只单不过 就是隔天到的那种吧 快的 比如说榴莲 中夜出发 终于马上要见到我的收获人了 激动到要裂开了 哈哈 这个收获人是谁 大家好 谢谢啊 大家好我是张恒 今年30多岁 是山东另一人 中田区的移民员工 最近我刚调到北京工作 昨天我买了一个榴莲 没想到今天就到了 然后我们先打开它看一看 这个榴莲看起来不错 很有榴莲味 说起这个榴莲呢 我的爱人正好也在云南昆明 从事这个物流工作 所以呢 我对这个泰国来的这个榴莲 也是很清楚的 从泰国来的榴莲 可以通过铁路运输进口 也就是走已经通车运营的 中劳铁路 我从2018年到2022年 参加中劳铁路的建设工作 参与过中劳铁路 首片梁的这个预制架设 轨道的手换手铺工作 经历过这个5年的 中国还有老挝建设者的努力 中劳铁路在2021年12月 顺利通车 我个人也有幸参与了 中劳铁路的通车仪式 在中劳铁路建设过程中 中全二局在老挝当地 积极参与注入铺路 捐款助学 以及为老挝人民提供就业 与老挝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劳铁路它的顺利通车 对于促进老挝 以及中南半岛许多国家的 经济发展贸易交流 具有重大意义 多了这么多 快来尝一尝榴莲吧 这个不错真甜 咖啡当然很甜啦 我可是来自泰国的味量的榴莲 从泰国到中国 我经过了多天的旅程 走过中劳铁路 我见过了最美的风景 见过许多愤多的人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留言